鞍鱼蛋大家都吃过 这种做法你肯定没吃过 挤干净的鞍鱼蛋 现在把它煮熟 凉水下锅 放进去煮的时候要轻一点 不然会破 鞍鱼蛋煮了5分钟 关火盖上盖子焖5分钟 鞍鱼蛋已经焖好了 把它舀出来过一下凉水 过好凉水来8克 鞍鱼蛋 鞍鱼蛋 吃就不用了 帮忙拔这个 这个吃的好吃 扒克的时候好 我的蛋怎么越拔越少 炸了 把好的蛋把它放在砂锅 加入姜片 葱段 干辣椒 花椒 两个冰糖 再来一小包这个卤料包 这个衣袋里面有10小包 都是独立包装的 很方便 调个味 生抽 老抽一点就好 鱼露 加入清水没过鞍鱼蛋就可以了 有条件的可以加一些啤酒 盖上盖子 煮开后关松火 煮30分钟 鞍鱼蛋已经卤了30分钟 已经可以了 哇 颜色都已经很漂亮了 卤好后这个卤料包就把它夹掉 卤水就可以循环食用 卤鞍鱼蛋就做好了 又快又入味 卤香浓郁 一口一个特别香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